今天是带大家来淘宝 先看的是一些比较小一点的一些原石 再给大家呢就是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也喜爱翡翠 喜爱河天玉 就是可以关注了 有不同价位的啊 看着 拿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 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牌子型 虽然没有那么白 有点就是说稍微有点闪清 切开之后应该更白一点 但这个很完整 没有任何的一个皮裂啊 就是一个天然的牌子型 随便一个巧调打个孔 就可以当一个挂件了 像这种是天然的丸料 它的价值一般都是说是比较高的 那像这种 这种呢就是没有那么完整的 虽然说它白度确实挺白的 但它其实 它们两个价格可能会相差一个十倍啊 其实玩玉的话并不是说越白越好的 如果说你也喜爱翡翠和天玉啊 都可以 给个瓶 我们公司呢是上海啊 最大的一家做翡翠和天玉批发的一个实体公司 像这一家其实应该很多喜欢皮色的朋友应该会喜欢 黄金皮非常老熟啊 水草庆 子料特征非常的明显 可以看得到 这个正宗的新疆和天玉子料的原石 没有任何的争议的 像这种枣红皮 原石就是挂红啊价值连成像这个呢 这个批发价是5000的这一块 稍微没那么稍微带点姜啊白一点 它如果没有姜可能白一点可能就要5万了 后面价格价格零了啊 这个料子啊都是保真的 这是全国附减 七天五里有退换货 终身换货啊 很多料子价格就只有市场价格的这个三分之一了 性价比的话都是非常高的 像这些 那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 就是像这种的话 都是一些收藏级别的一些料子 像这种啊 非常难得的一个皮色 非常老熟密度过灯的 像这种 这种都是收藏级别的啊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一些就是说做料 一些小玩料 几千的 各种不同的题材类型价位的都有啊 喜欢的都是可以关注了 各种原始 把劲挂劲 牌子手拙啊 手串 像这个其实说做一个这个 摆件 很不错啊 这个是很大重量级别的 像这个的话 合下来一刻才几十块钱 正宗的新疆和定义资料 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不方便 是带大家呢是欣赏太多啊 喜欢的朋友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